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夜》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1317集 活着的古妖 他清楚地知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 他的优势便是第一个称为八节木台 第一个开启了第八章地图 相比于其余几人在第八章地图内摸索出道理 王林则根本就不需要 第八章地图内的一切路线 一切封印之地全部都在其脑中 眼下就是一个筷子 王林没有丝毫犹豫 更不浪费半点时间 木台急迟中 他盘膝双目一臂 全力感应对方的位置 一路轰鸣 在王林巧妙的前行中 前后四道直奔他而来之 立刻就被他绕过 冲出了所在的第六幅地图 进入到了第七章内 九天魔尊也在这第七章地图内 此刻面色阴沉 对方就如同泥丘一般油花 巧妙地避开了追击 似乎可以提前知晓自己的准确位置一样 定是八街木台可以更清楚地感受其他人的存在 九天魔尊目光一闪 双手掐绝之下 猛地按在木台上 那木台轰鸣 速度暴增 直奔前方冲去 白衣女子 还有那风情女子 二人同样在这古墓内急驰而走 不断地接近王林 还有那大荒商人 此人木台尽管只是五街 但是他身为第三步大能 却是有办法让木台速度更快 直追王林而去 第七章地图内 王林前行中猛地睁开双眼 他清晰地感受到有两道气息依然临近不远 这二人一左一右直奔自己而来 目光闪烁 王林身下木台骤然一顿 没有继续向前 而是迅猛地上升 转瞬间就上升了数万丈 那左右两侧的气息顿时随之改变 也急速上升追来 尚未临近 王林便清晰地感受到四周的雾气 似正在受到挤压一般 传出轰轰之声 冷笑中啊 王林木台突然一顿 不再上升 而是俯冲一般向着前方倾斜而去 轰鸣不断 王林更是身子站起 在木台急驰中 看向身后 眼中汤光弥漫 深吸口气 他双手骤然抬起 向着后方猛地一挥 数百万印记啊 在这一挥间急速幻化而出 雾气轰轰卷动下 王林的后方啊 突然就出现了一片火海 却见了火海内一把巨大的伞 骤然地就从伞杆 伞骨伞面一一换化而出 坟戒骨伞 王林低吼之中啊 那巨大的伞赫然全部出现 展露在了雾气内 伞开灭 是 王林喷出一口鲜血 那鲜血啊 一出就立刻熊熊燃烧 直奔伞去 刹那间 那伞有了打开的迹象 打开了两成 随着伞开 一股灭世之火从伞下疯狂地冲出 向着四面八方轰轰而去 此刻 左侧出现了一个七千丈大小的木台 九天魔尊身影在雾气内若隐若现 右侧 同样一个七阶木台出现 那白衣女子目光如电 在看清王林的刹那 却是明显地愣了一下 坟戒骨伞 威力绝伦 尽管只开两成 但那灭世之火 却是天地任何之力 都无法抵抗与阻挡 此刻火海从那伞下宣泄而出 向着八方急速推动 化作一股莫大的冲击 毁灭一切 四周的雾气被这火海弥漫 瞬息就燃烧起来 那燃烧的雾气倒就 形成更为凌厉的风暴 传出轰隆隆的滔天之音 那九天魔尊身影 在那雾气内乍现 其神色略有凝重 在这灭世火海冲击中 就算是他 若是其本尊来临 倒还好说 但眼下 这被压制了修为的分身 却是不得不暂避火海之风 其身影漠然间向后退出 还有那白衣女子 死女神色瞬息变化多次 不知心中想些什么 低着头 身子同样后退 二人接退 汪林擦去嘴角鲜血 在那灭世之伞打开的冲击下 借力向前急驰而走 瞬息间 便冲出极远 穿过了这第七章地图 进入第八章 但就在其将要迈入的瞬间 那九天魔尊 目光遥遥看向远处 似乎可以穿透一切虚空 清晰地看到汪林一般 他右手抬起 一点眉心 口中喃喃低语 只要让我看见你就可以 只要你的身影 曾出现在我的墓中就可以 不管你距离本尊多远 哪怕你我之间 足隔了一座不可跨越与毁灭的界山 本尊也能杀你 俄山之心 那九天魔尊放在眉心的右手 骤然抬起 向着前方狠狠的一点 在这一点的刹那 九天魔尊的双目瞳孔内 顿时就有汪林的身影幻化在内 保持方才施展鼓散的动作 此刻随着魔尊一直点去 其目中汪林之影立刻扭曲 好似有一股悔意之力冲 要把这身影撕裂 但就在九天魔尊 施展着在太古星辰仅次于井中捞远 拥有赫赫声明的大道术的瞬间 在他不远处的白衣女子 却是猛的抬头 美目露出一丝果断 她玉手虚空一拍 口中轻盈 天门三道 日月星三门 开新门 随着其话语出口 这女子右手掐绝 直接一甩 轰然间呢 但见在那九天魔尊前方 突然便有无数星光骤然出现 那些星光交错 赫然就化作了一个巨大的门 死门似于天气 其样子 竟与第三部空之大门极为相似 但显然实质绝不相同 在这星门出现的刹那 恰是九天魔尊 一指而去的瞬间 两种道术之力 在这转瞬中碰到了一起 无声无息 不起半点波澜 那星门一阵 渐渐化作星光 崩溃倒卷 消散在了这古墓内 与此同时啊 那九天魔尊喷出一口鲜血 其面色瞬息苍白 身子连连后退 数百丈后 猛地抬头 死死地盯着那白衣女子 贤妃为何足本尊 那白衣女子同样 面色略有苍白 身子后退百丈 但神色却是平静如水 缓缓开口道 本工作室还需向你解释吗 算什么东西 那九天魔尊盯着白衣女子半上 神色渐渐平复下来 丝毫不漏半点怒意 反倒嘴角一出微笑 摇头中啊 转身直奔远处 竟是绕过对方 向着第八张地图追去 那白衣女子皱起眉头 目光收回 看向王林消失之处 暗叹一声 迈步前行 王林在踏入第八张地图的瞬间 立刻就感觉全身寒气一闪 一股极为强烈的危机 刹那就弥漫心神 他不假思索 右手再眉心积极一点 顿时身体外天荒炉幻化而出 包裹其身 轰的一下 冲入了第八张地图内 进入此地啊 那危机骤然而消 王林转身 宁神看了一眼身后 没有任何犹豫 操控木台 直奔深处而去 在他离去不久 那九天魔尊就追入进来 对他来说 这第八张地图很是陌生 略一沉引 九天魔尊 凭着冥冥之中的感应 继续追了下去 与此同时 那八妃之中的风情女子 则是站在其木台上 从第九张地图 进入到了这八张内 古墓内的所有人 对于这第八张地图 没有比王林更熟悉者 前行中 王林速度极快 在这第八张地图内 有三处被封印之地 很有意思的是 这三处封印之地 在地图上的标示 均都是古之文字 神 妖 魔 若是换了往常 王林定然会选择 去那标示 古神的封印之地 但眼下 他却是不假思索 直奔那古妖封印之地 有了准确的目标 王林没有丝毫的 浪费时间与路线 在一个时辰后 就渐渐临近了 那古妖封印之地 而此刻 那九天魔尊等人 正凭着感应 慢慢地摸索而来 时间上 王林分析啊 只有半个时辰左右 半个时辰后 他们就会寻觅追来 半个时辰 时间很急 王林目光一闪 鸡池中在其前方 他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这漩涡约数万丈大小 其内隐隐传出轰眠 一股浓浓的妖气弥漫 尚未临近了 这股妖气 就足以让人心神颤抖 更是在临近后 王林清晰地察觉到 在这妖气内 赫然有一股磅礴的生机弥漫 活着的骨牙 王林倒吸口气 他盯着那漩涡呀 在这漩涡的最深处 那里有一片混沌的气旋 其内似乎有一个深夜 在盘膝打坐 在那气旋外 还有一道封印 就是这封印的存在 使得这骨妖无法出来 似沉睡一般 此地妖气极浓 尤其蕴含的生机呀 让王林清晰地判断出 这骨妖不但活着 且极为强大 即便不是九星骨妖 也定是八星 眉头一皱 但很快 王林就舒展开 嘴角露出阴沉之笑 他小心谨慎地从木台上跃起 收了木台后 踏入那漩涡内 刚一进入漩涡 顿时耳边就有阵阵呼啸之声 疯狂地传来 那漩涡内的妖气 如一条条坚韧的绸缎 纠缠在王林身上 似要将其肉身撕开一板 仅仅是迈入了百丈的距离 王林就很难再前行下去 距离这漩涡的中心呢 这百丈的距离不足数百钟之一 王林目光一闪 眉心之中 捕神星铁骤然幻化 急速旋转中 捕神之力融入全身 他低吼中 咬牙再次向前迈出数步 每一步都是数百丈的距离 转眼间 他进入到了这漩涡千丈之处 这里几乎是极限了 但他还有一些力气可以继续前行一段距离 只是王林没有那么做 而是盘膝坐在漩涡内 略微调息后 他右手掐绝之下 那魔魂瓶赫然出现 抽取其内魔魂 涌入自身骨神之力的同时 王林左手在身前一抓 轰鸣之下 便把从身边呼啸而过的骨妖气息 抓住了一些 三者迅速融合 那奇异的力量再次出现 被王林迅速按在眉心 符文闪烁刚刚幻化 立刻就被王林抹下 收好 他速度越来越快 期间没有任何停顿 不断的在重复这一动作 渐渐的 这漩涡内的骨妖气息 被王林一丝丝的抽走 魔魂瓶内的骨魔魂 也慢慢的减少 符文一个个出现 越来越多 时间流逝 半个时辰 已然过去了大半 王林制作出的数字符文 在这充足的骨妖气息下 已然达到了数千 他双手动作越来越快 几乎化作残液 抽骨妖气息 取魔魂捏碎 容骨神之力 这一系列动作 王林已然熟练至极 再快一些 尽管他制作符文的速度 已经很快 但距离成为九阶木台的符文数量 还是差值很多 且王林感应之下 有四道气息正从远处 积极而来 他们似乎锁定了自己的位置 速度越来越快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密》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